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 拍我这片 拍我这片 这副我对 这你真不拿走啊 我真的把它买 有好几人挑上了 这副我真的拿走 不多不给你对啊 给百万十万就行了 行 给你一百万日元吧 一百万人就坑我一张罐 太可以坑人了 这叫坑爹 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坑爹了 这样挺好的 父子俩平日里能见到的时间并不多 为了给儿子下雨的节目帮忙 秦老师特地从日本赶来 那那个点心这是你带走啊 还是怎么这是给哈哈的 我就不用给他带了 还有啥子这点心 是吧 蓝莓 我看待了 现在74岁的秦老师 人生经历十分丰富 包括下雨的母亲在内 她一共结过四次婚 我虽然有四次婚姻嘛 但是第一个婚姻最起码 她给我生了一个下雨 是吧 第二次婚姻嘛 虽然说她打了我 而且打掉我两颗牙 打断了一个肋骨 但是她给了我勇气 给了我一个往上振 一种奋斗的精神 这第三人老婆婆最起码她是把我带到日本来了 我得感谢她 我有第四个是完全是奔着利益来的 我也完全是为了利用我 最后是在我最困难的 比如生病啊住院啊 她都不在我身边 都不管我 在中国已经是知名画家的秦老师 究竟为什么一直住在日本 怎么着 我们这是出去啊 对 我们要过去现在 走 出发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日本 福岗 这里是秦老师的画室 秦老师的画室 秦老师的画室 每天都会五点起床抄写经书 据说 这样的习惯她已经保持了几十年了 除了书法以外 秦老师在山水 花鸟 写一画上都有着很高的造诣 其中最为出名的 当属他的工笔人物画 秦老师的绘画方式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没有一个画家敢这样来示范 就是我现在毛笔 帮给大家看 一般都是拿铅笔画了 去给我把这擦半天再一点点来弄 有一个小时吗 不到一个小时 我这画没画完 画完以后我的眼睛上刻画的是非常淋漓尽致的 所以是鉴定我的画是不是我的真伪 就从画的眼睛上来看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能表达你内心感情最深的地方就是你的眼睛 这几天没有教学安排 秦老师决定开车带我们一起出去放松一下 我们来到的是昭仓市 在福岗生活了24年的秦老师 几乎泡遍了福岗县内的所有温泉 他告诉我 这里的温泉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原生态 顾客大多是当地人 你不要拍了吧 哈哈哈 不要拍了吧 不行 一定要拍 我们是全程进路的 哈哈哈 有没有变态吗 哈哈哈 哦 哇 有腹肌 不错不错 啊 多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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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这个应该是以前漏肩子 对 嗯 以前吧 所以他这儿就是说法话都很准漏的 嗯 别人来这儿就是得想 就是要泡好的温水 哦 这个平常里面套文权 它是天然的 而且关于军队的一天 都比较应该都比较难的 您说你也是常常套文权吗 对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从天然比较 就久不见体会就套别 1995年 金老师陪同第三任妻子来到福岗 但是那时候的工作和生活 却不像现在这样自由 第一次画展是一个小型画展 还是偷偷办的 那时候我在领馆里住 我太太在领馆是领事 我不能参加 不能搞个人画展 我只能做家属 做到饭 洗洗衣裾 做干粘饭 但是我安定不住 我一个朋友 就偷偷把我的画拿出去了 然后给我拒罢那画展 那画展一次 第一次画展就败了一百多万 然后后来跟我老婆 算是分手了以后 我就开始大胆地 就开始 在福岗的这些年 秦老师认了许多干儿子 节假日的时候 干儿子们会从各地赶到福岗来看望老师 这里已经是他们在日本的家了 有证据的 感觉是个人这么吹彩的 秦老师告诉我 今天除了干儿子们 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是什么家呀 这是什么家呀 饭店 今天这个几大好事儿泡在一块儿的 第一个是热烈欢迎咱们这个 我到现在弄不清咱们是什么设计组 什么我也弄不清 反正来了就是朋友 来了就是朋友 第二件事儿呢 我们这宝贝儿子 现在已经订婚了吧 结冥完证 那就是带着自己的亲爱的爱人来了 来见公婆 我当时是假公婆了 也是啊 这个也挺感谢老师的 现在宝贝儿子 也就是说 真的是当长辈一样的 这都是应该的 就是 出门在外 大家特别是叫了国外 不行吧 别说是一个省一个市或者一个 只要是中国人 就有一种亲近感 它是一个必然的 说老实话 来吧 我给你们喝个酒 谢谢你 好 这个好媳妇儿行吗 谁一看 喝喝喝 我想好了 估计我要是老了以后 还是想留在日本养老院里边 因为日本的这个借户啊 这个会服务很好 因为我回国以后 因为夏宇员权他们都工作很忙 再过二十年 因为他们这是 他们的更一个新的高峰期呢 是吧 那时候他们六十岁的时候 可能是也是成了一个很红很红的 那时候大艺术家了 而且他们还有儿女 他们 我觉得不想跟他们贴任何拖累 其实我给夏宇员权最大的贡献 就是没给他们贴任何麻烦 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他们做他们的事情 我给你们画个梅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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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张花送给东东怎么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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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东吗 嗯 对 哇 你看 拿着吧 要不给你盖上这儿 不盖这儿了 作废 哈哈 服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认识的 相识一场了 大家做个朋友了 没想到 也是朋友就是 最最最最最珍贵的 人可有傲骨 但不可做傲气 你像有些人的 没有傲骨 却有傲气 包括中国 现在很多画家都这样 只要给他钱的人 哎呀 哪怕你是高官厚路 只要什么 请他吃个饭 你看他在那个面前 他就被公欺欺的 在那个大老板面前一个 就是 变成钱了 那就不是艺术作品了 哎 请上 哦 是你的 是你属于你的了 哎呀 哈哈 哇 哇 谢谢老师 先生 弄的这事干一干 哎呀 我想好啊 哈哈 哈哈 真酷啊 嗯 哈哈 哎呀 好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什么也没带 然后就到着您来 这人有情来了 带着我真是酸了 那我再问您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您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我爱这里 最喜欢这里 没有任何理由 因为我想 呃 在这里留下我 人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 记忆 因为我的大半个历史 应该说是合并湖港 是否在 所以说 所有的理由就是一个 我爱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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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妈呀 老师 您别这样说 我都受到这个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你们就上车 好 你们走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饭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江水长 秋草狂 草原上情深忧伤 哦 哦 终于 哦 很像 因为我写的 一般没有人在旁边 所以一般还要写错 哎 我们出去吧 好 好 微信搜索 何之梦客服 点击左下角视频按键 成为何之梦世界村的一员吧 点击我住在这里的旅游栏目 能看到更多我住的精彩内容 这集的奖品是这个